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诚意的浪漫,只给了懂她的人 诚意,一位在荧幕上展现各种角色魅力的演员 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浪漫和细腻往往被人忽视 然而,近日因天气原因未能前往成都的事件 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诚意那深情的一面 天气的变化无常,使诚意不得不多次改前航班 最终人未能飞抵成都 诚意的果果们等了她整整一天 虽然失落,但他们明白这是不可抗力的原因 因此,没有人责怪诚意 然而,诚意依然对此做出了回应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天空的照片 这并不是随手分享的晚霞 而是一片雾云密布的天空 诚意用这张照片向果果们传达了她的心情 不是哥哥不愿意去 是天气原因,没法起飞,哥哥也很想去 很想去看看小果果们 她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果果们的关心和歉意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只是简单的解释 但对于诚意和她的果果们来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回应 通过这张照片 诚意想告诉果果们 在事好是坏的天气里 有些事情实在是无可奈何 她更希望果果们注意安全 一位在现场等待的果果留言道 哥你知道吗 尽管因为天气原因,你没有去城 可是果果们依然玩得很尽兴 每一个果果都不孤单 身边都是一群兴趣相投的果果相陪 诚意的果果们 不仅理解了她的难处 还彼此陪伴 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日落跌入朝朝新野 人间呼晚 山河如此动人 无论是动人的晚霞 依惑是无云密布的天空 诚意都想着把自己眼中的美好瞬间分享给果果们 她不仅希望果果们能感受到她的世界 还对果果们的等待感到抱歉 诚意的温柔细腻 通过每一个细节展现出来 指缝间的光 树荫下的小气 溪水里的锦鲤鱼 台灯里的小世界 这些小小的美好 都是诚意想要与果果们分享的 或许 爱上诚意 不是一时一刻 而是无数的瞬间 当黄昏落在身上 没有烟火 没有杂尘 只有光和希望 诚意的浪漫和温柔 值得被记录 更值得被珍藏 对于诚意来说 她的每一份深情 都只给了懂她的人 而对于果果们来说 诚意就是那份黄昏的光 渐碗渐浓 小编也想对诚意说 哥哥 小编的爱 会如晚霞 渐碗渐浓 诚意用行动和言语 证明了她对果果们的深情和关怀 通过这次因天气未能赴约的事件 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 诚意那份独特的浪漫 无论风雨 无论晴天 诚意和果果们的心始终连在一起 互相理解 互相关怀 这份美好 值得每一位诚意的果果珍藏一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